简易之下有句老话说 立东补冻,补嘴空 路易和今夏显然是很难记的这种日子 道氏原母 自早上在卧房看到这二人之间有些怪异的沉默相处后 打算利用这补冻的习俗 让这府上热闹一点 今夏打小杏子就喜欢热闹 也算是缓缓情绪了 早早就将做羊肉汤的老羊肉备下了 老羊肉熬的肉汤味道浓郁 奶白的汤色上面飘着层油花 一口下肚 既是满口的香醇 也不会觉得心山 原母对于自己这番熬汤的手艺还是颇为自行的 特地生上了一小碗打算送去给今夏 刚走出厨房 就远远看到了大富甜甜的今夏朝着这边走来 娘,你做什么好吃的啦 老远就闻到香味了 羊肉汤对不对 瞧你这鼻子给灵命的 这,这不正打算给你送过去吗 你慢点走 原母瞧着自家闺女这大不留心的样子 也是胆战心惊的 偏偏她自己一点都不在意 真是羊头肉啊 我现在不喝 我等大人回来一起喝 今夏笑呵呵的说着 自己岂是吃毒食之人 原母又看了她一眼 算是明白了 看来自己是瞎操心了 这今夏几时会真的跟路易过不去 满心满眼的在也瞧不见其他人才是真的 天凉了 这汤可以暖暖身子 路易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呢 你先喝点 锅里还有 今夏的体虚味还原母是再清楚不过的 奈何眼前的人却并没有听进去她的劝说 反而碎碎面 这大人出门也有段时间了 应该快回来了才是 娘 我到门口看看去 说吧 今夏台步就往府门口放下去了 领了皇命 得了赏银和假期的路易刚走进了路府 就瞧见了一抹水粉色的身影在门口眨望着 这天寒地冻得你在房里等我便好了 怎么还到门口来了 你知道的 既答应了你早些回来 我必定会守信归来的 路易几步上前 握了握她有些良意的小手 有时候下意识的动作远比帽子理想的那些推测要更快一些 路易伸手抚了抚自己眼前姑娘的小脸 触感带着丝丝的良意 像是已经在门口吹了一会儿风了 大人 你干嘛 这大白天的 被触碰的惊吓有些不自然 路易无奈地叹了口气 想什么呢 外面风大 自己冷了都不知道回屋吗 因为要等大人回家 惊吓显然已经被风吹着了 连打了好几个喷嚏 可脸上那笑容却似着冬日里的暖羊 融化了路易整颗心 明明想要出言训她不顾自己的胡闹 路易却是怎么也开不了口 只能将她的小手紧紧地握着 给她传递着身上的暖意 走吧 我们回屋 大人 娘今天熬了羊肉汤 很暖身子的 我们先去喝一点吧 还没等路易的回话 惊吓又自顾自地说了下去 先前我本想先替大人尝一尝味道的 不过 我娘这熬汤的手艺绝对跟做豆腐一样精湛 好东西我自然要等大人一起分享 你说对不对 她有多嘴馋 路易是知道的 有些好笑的侧头看着她 夫人说的都对 是我回来晚了 我们现在就去喝 原母瞧着这眉眼弯弯 双眸满是寝衣的二人 他们感情好 她这当娘的心底里自然是无比开心的 乐呵呵的给他们盛了两碗端过去 来到大厅 正好碰上了玲玲和盖叔 像是赶着出门似的 如今天气冷了 牛肉汤又是滋补之物 原母可是熬了整整一锅 张罗只让他们也一起喝上一碗再去忙 因此 在这集不是午饭 也不到晚饭的时间点 以大家子齐齐围桌而坐 喝着原母的爱心排羊肉汤 进食速度快是小吃或惊吓的一大特点 大家方才喝下几口 她面前的那一碗已经被咕咚咕咚见底了 满足地砸罢了一下嘴 看着身旁的路易依旧是那斯文模样 惊吓闹闹着 大人 这汤吧 她得趁热喝才是 几口下肚 一下子就冷糊了 看着她丝毫未察觉自己有些油光的小嘴 之前那个生人物尽的洁癖 路易早已不见了 自怀中取出一方手帕 仔细替她擦了擦 哎 但我们都不存在的吗 老小孩一般的盖书 不禁打去他们俩 惊吓还能治不了该书吗 张口就来得撒娇 咦 你管管我书 好了 说正事 我已经找到路易身上知读的解读之法了 不过这要才我还得去医馆确认一下才是 凌凌温柔地笑着说 本来她也跟原母一样担心这二人会有什么间隙 如此看来 感情倒是无比融洽 真的 咦 你真的太厉害了 好崇拜你呀 最甜如她言惊吓 行了 别奉承我了 你们在家好好休息 是 我保证做到 得知路易这毒可解 惊吓的心情是难以言喻的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